老花一开洋瓶上 笔尖茉莉 咱看看营业卖的 到时候咱们到时候就知道怎么个研究法了 这么小 这个也不是这二八斤的笔尖 它也没有杆 也不是那种蛋杆猪磕的 人家叫笔尖茉莉 不叫棒棒长笔尖茉莉 好 咱们家去年那个小棒棒长笔尖茉 19块钱不是 是啊 以后咱们也脱土发货吗 我觉得 还是别的吧 他们 我一说关注咱们的人是差那点口钱吗 还是差的这个花钱 最好是什么呢 免费送 你这里边你说是什么呢 是笔尖茉吗 什么把我还言 就是笔尖茉那个黑粉粉你知道吗 你记得吗 那个叫什么花瓣 就是现在网上劣质的那种花瓣剂 连矿瓣黄虎川家都不是 它就有机肥肥粉粉的 这个呢 哎 爸爸 不不你闻闻你闻闻 不不你闻闻 你闻了你就别让我闻了 就你闻一下 不行 它不是那种味道 你你你闻一下闻一下 你闻一下 就是咱们脏脑球你知道吗 你闻一下 哈哈哈哈 真的是爸爸你还再闻一下 不是爸爸 就是爸爸味 对这个就是那个粉了以后 但是那个味道不像复合肥 第二项 detto 就是如果说家里边种菜啊 家里边有地 扔地里边 像这种的 我也不建议它们用 因为肥酵快 有点臭 有点臭 真有点臭 真不是故意抹黑的 所以肥酵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不建议用它会更长 因为它没有发酵 它臭不是 发酵好了 它还臭 有点缺光 我怎么感觉它们在棚里面直接种地上那种感觉呢 这是比较吧 没开出来谁知道是啥 跟话们说一下 像这种大家收到以后你看这个图 如果说是黏糊糊的那种就可以换 像这种很松软 有一定透气性的话就不要换 像这个的话还比较黏 黏糊糊的这种就会负责在根系 不舒服 黏糊糊的对吧 很讨厌 来吧 洗根换土 好多话说茉莉花怎么洗根换土 其实茉莉花可以洗根换土的 这样直接换就行了 我有点小紧张 土呢 土在袋里 那一下我终于换了 上面颗粒还有垫底了吧 随便 就这么换 随便换 搞得我不会了 这一换就活 很好活 有的人觉得老华一是胜手 你知道吧 庙头回春 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多时间 这四个人他都会 你这话啥意思 我正在疯狂的做死的边缘试探是吧 这个时候不要用肥料了 就不要用任何肥料的 浇水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生根液 嗨嗨嗨嗨嗨嗨 这时候需要一点生根液 对 儿童锁又把你锁住了 又把我锁住了 又把我锁住了 忘了 滴几滴 滴几滴你不知道吗 随便滴 好 差不多 我捏了一下有几滴 管他几滴呢 来点就行 比没有墙 浇水都完事了 不用搅吧 我跟你搅 好了好了 你能上手 嗯 这样就 那不露底了 要不站着就 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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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了 之后 之后怎么样 之后 放在散射光下 让它逐渐的去适应光照 而不是说直接放到太阳底下 虽然是个洗光的 但是它现在属于一个要脆弱的时期 它现在先吸收脂干上的营养 然后再去吸收这个土壤里边的营养 嗯 等它长出来新根就可以把它放到户外 然后那个或者是太阳底下 嗯 其实像春天这种啊 就可以像咱们棚里边这种正常的 晒太阳就行了 对 没必要遮阴 但是夏季高温的时候 就放到树影底下 嗯 冬天的时候也可以全日照 水要浇透啊 我媳妇可能浇的是没有浇很透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你说你的呀 啊 评分你给打个分18块8 怎么样这个 你觉得怎么样 评分还行 嗯 给个及格 及格了 好 好 如果对吧 那就再加点 嗯 就70分 嗯 70分 其实价格不算便宜了哈 不算便宜 18块8 好了 好了 以后开箱交给我老婆吧 怎么样 小意思 小意思是吧 好 老花一开篇就到这了 想看什么 记得视频箱留言 要想看我媳妇开箱的话 可以在视频箱上说个 好 哈哈哈 白了我老花一 仰花最沾一 白了 拜拜